今天我们第二小时是国际新闻的焦点 我们在现场有直播 直播现场来到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宏达苏老师 大家很熟悉的苏老师 在我们节目现场 苏老师你好 孟好修好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听众观众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了好多事情 都跟最近的国际在变动的一些大事有关 苏老师我们最主要先来讲一下伊朗的情势 美国跟伊朗最新的冲突 虽然我们看到很快的止息了 但是感觉起来应该也没那么简单 这个事情后面应该还是要鱼颇荡漾 其实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他的封面就是被暗杀的Sulmani他的像 然后一个瞄准器 瞄准他那表示他被暗杀了 然后那这个现在 现在大概第一个大家就很关注伊朗 接下来会怎么做 当然伊朗后来发生了一个不幸 就是他的这个防卫部队打下了他自己 那个乌克兰的飞机 然后这个事 那这个事有点让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岔开了 也就是说变成伊朗内部现在一个冲突 就说伊朗的人民开始示威 然后这个那政府镇压 然后内部开始请押 那这个请押很值得关注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就是跟大概所有国家一样 其实每个国家内部都有不同的政治势力 和不同的立场 那面对美国这样的一个暗杀 他们革命卫队的第二号人物 那么是而且是一个被伊朗人 基本上爱戴或者是基本上接受的一个军方人物 那么引起了非常大的愤慨 但是怎么样回应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算是一个挑衅的攻击 其实伊朗内部的看法并不一致 那目前看起来大家普遍认为是 伊朗这个政府 他基本上是属于温和的 伊朗这个现在这个总统本来就属于温和派 但是伊朗的军方和情治单位 还有伊朗的这个比较偏激的 这个基本交易派是不温和的 那也就是说原来在这个飞机这个被击落之前呢 其实伊朗的反应相对温和 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没有像我们想的 引发中东的一个大冲突 就是伊朗大概就是炸了一下美国的基地 而且没有人死亡 而且很明显的是一个相对比较节制的一个报复 那但是现在伊朗内部的情势现在有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飞机被击落之后 引发了伊朗全国性的大示威 那这个大示威会不会让这个革命卫队借力 把温和的政府给干掉 或者是他像他现在大家指称这个最高领袖 那会不会把这个原来比较能够截至伊朗 报复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势力给牵制住 甚至给弱化甚至垮台 那这个很值得我们关注 那现在各方关注伊朗的大概有三个焦点 第一个就是伊朗会怎么报复 那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最有可能的是 伊朗政府虽然不可能跟美国发生正面冲突 因为明显的不是美国的对手 但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伊朗的情治单位 会不会因此采取不对称的战争 也就是采取恐攻或者网路瘫痪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截击 或者是等等的这个这个所谓的不对称战争 因为我比你小嘛 但是我就可以用比方说像911的攻击 像基地组织凯塔组织这样的攻 那现在这个就让全世界 尤其是西方社会包括欧洲美国非常紧张 那第二个是伊朗对于临近地区原来的资源会不会弱化 因为苏黎巴尼被 苏黎巴尼他被暗杀的那一天 其实他是从黎巴嫩回来 那他去黎巴嫩是见这个 就是说伊朗的盟友真主党 真主党基本上是亲伊朗的 那也就是说伊朗对于真主党 对叙利亚在伊拉克甚至叶门 他都有他的势力甚至卡达 他又他都有他的这个 不只是不只是军事上情治上 或者是政治上支持 他还有还有这个价值上的支撑 那这个会不会弱化 或者是产生分裂 或者说这些原来支持伊朗 受伊朗支持派就变得更激进 因为你把我们老大杀掉了 会不会更激进 那现在大家也是在看 那这个激进可能就造成临近地区的不稳定 包括里巴嫩 包括这个叙利亚等等 那第三个其实是更 这个大家更担心的是 伊朗已经退出核协议了 那这个核协议当初在2015年 叮定的时候就是西方认为 伊朗已经接近要完成了这个核武 所以就必须要节制他的各项的 包括他的原料 包括他的分离器等等这样的设备 那么最后呢 在各种压力向双方妥协 而且是由联合国五个安全理事会的 常任理事国做保 然后包括欧盟包括德国一起签订 但现在川普上任之后就退出了 那虽然欧盟苦心的要维持这个协议 但明显的就是欧盟没有办法 让伊朗在这个退让签署协议的时候 获得经济上的解除制裁 也就是说伊朗原来希望的 用这个签署协议来换取经济的空间 因为川普的强硬没有了 那欧盟虽然努力维持 但是全世界的企业 全世界的资金还是害怕美国 因此统统从伊朗撤出来 那撤出来结果就伊朗觉得 我签了这个协议 那我没有换到我要的 所以现在伊朗已经宣布他要重启了 他已经宣布了 那现在欧盟是想再协调 但我认为是有困难的 就是说因为欧盟在过去三年证明 欧盟没有办法抵抗川普的压力 就是欧盟虽然建立很多机制 即使欧洲企业本身都不敢去了 那这个情况 那伊朗要相信欧盟能够再帮助他 其实有困难 那所以这三点就是说怎么报复 他对周遭地区的这个影响 会不会激化 以及他的核武计划会不会就走得更近 更远 那这三个值得观察 那我的看法是伊朗核协议 核的这个进程 我倒是觉得有一个指标是很好 就以色列的反应 就说因为以色列是最在乎伊朗有没有核武 这个这是以色列最害怕 那以色列目前的反应非常节制 所以我认为以色列的反应代表 伊朗的这个核武进程 其实没有像外界大家以为的那么顺利 嘴巴喊喊而已 对 就是说他终究 因为终究第一个核武很花钱嘛 第二个核武还是有很多原料 那这些原料其实虽然不见得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 但这些原料不是唾手可得的 而且他的原料的量 你需要 然后这个原料需要加工 需要分离等等 这个东西要逃过美国西方的整体的这个制止 这个监控其实有困难 那尤其是伊朗 如果大家看一看 现在如果伊朗要发展核武 真正能够帮助他的 其实这种国家也不多了 那所以在美国的监控和西方的这个监控之下 他要偷偷摸摸的完成最后一里路 或最后两里路 我认为是困难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就伊朗的核武问题倒是可以从以色列的反应来看 那以色列反应很节制 我就认为这个核武问题可能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那么周遭地区的话 我倒是觉得可以看沙兔地的反应 因为沙兔地最在意 比方说像卡达啦 像叶门啦 像伊拉克 这个就是说中东霸主嘛 那沙兔地觉得沙兔地跟伊朗就是中东霸主的这个回教世界两个真 两个这个真雄的国家 那么沙兔地现在反应也很节制 所以看起来就是伊朗要在这两个方面 就是在他周边 因为苏黎曼尼被暗杀 然后透过他所支持的派系或力量 来反制西方或反制西方所支持的这些回教国家 然后呢 在这个核武进程取得进来 我认为是相对 我不认为那么容易 那么而且坦白讲 你要支持境外势力需要很多钱 那现在伊朗其实没有钱 所以那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 还是伊朗卫队 尤其他现在在这个革命卫队 这个势力 他现在在内部其实是有压力 因为你把飞机打下来了 那这个你这个卫队 那外部他他又有这个 所以这两个一结合的话 如果今天大家试想 这个这个势力的这个最高领导人 那他可能会采取一个极端的对内压制温和派 对外疏解民怨 那这个展现他的这个力量 那这个反而我觉得是最值得担心的 好 其实就老师 据我知道革命卫队 他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 不是不是只是军队 对只是军队 他有企业 对啊 他掌握了伊朗绝大多数的经济 是伊朗大多数的经济 其实掌握在革命卫队手里面 是是是 所以说我想伊朗人民可能长期对革命卫队一定有不满 因为他他其实垄断所有资源 其实我看到伊朗的示威 因为在去年我接待了一个伊朗经济学家 是一个女士 那么我跟他 他就是属于1979年那个学生起义的那一部分 就他们当时都是学生 所以他就谈了很多 他在就告诉我伊朗的情况 那我我还是也 我最后的结论是 我觉得在就是任何的国家逃不过民主 对 就说因为民主是一个合理资源分配的机制 就是其实资源分配都是稀少的 那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最大的资源 我想我们都希望嘛 每一个人都希望 但是最大的资源到最后一定是竞争 因为资源有限 那民主是让这个竞争比较透明 比较合理 比较有监控机制 那不民主其实就永远会产生 资源分配不满的一方 他没有办法疏解 他除了他除了用体制外的方法 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疏解 所以最后可能就会产生动荡 因为我们看去年 这个伊朗在这个应该是前年底吧 前年底的时候 伊朗就是油价上涨50% 这个在任何民主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你还是产油国 对 然后你的油价上涨50% 我想台湾要调这个 两块钱大概都很难了 那你一下 比方台湾现在大概是29块28块嘛 957有 如果你要调到50块 我看这个所有政府都下台了 这个不可能的是 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外在的民主的机制在牵制你 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 就一个自由的社会 一个民主的机制 还是让你很多决策 是虽然看起来有时候是比较乱 比较没有效率 可是长远看 它是一个比较透明 而且输的一方是比较没有话说的一个机制 对啊 尤其伊朗长期被美国制裁 其实民生凋毙 民生凋毙 伊朗现在它有8200万的人口 但是它的GDP比台湾还小 它大概只有5000亿美金的这个GDP 台湾现在大概是6000亿嘛 那可是伊朗人的素质其实非常高 伊朗是一个回教国家里头 可能在大国里头素质最高的国家 我们在国际上 这样在国际期刊里头 在这个基础科学的这个物理化学 在生物这一块伊朗科学家的这个发表的比率非常高 伊朗科学家的发表比率高 这个伊朗很厉害 它被国际制裁 它几乎军事的原件零件都没有 它可以将逆向工程全部去把这个飞机用的 可以老旧的美国的战斗机给它搞了 又可以飞 但看起来还是很辛苦 不然不会有这样的误极嘛 就是说终究你所有东西都要自己来 其实在全世界来讲 今天除非你是超级大国 像大陆这么大 可是大陆这么大 自己来还是有很多东西做不到 何况是伊朗并没有大陆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 但这次伊朗有一个 有另外一个现象 我觉得长期来看反而是值得关注的 就是它激起了整个回教世界新一波的愁美 就是说对 就是说新一波的愁美 为什么呢 大家看就是说 我觉得这以色列的反应是很值得观察的 以色列的泰亚户 现在他又要选举了嘛 因为以色列现在已经选三次了 他自己有一些丑闻嘛 对对对 但他还是不下台啊 然后他继续要 以色列要一年三次选举啊 因为他政府组不出来 但是以色列这次那党亚户本人 对川普这样的作为 因为伊朗是 就伊朗是真正会威胁到以色列的国家 所以过去伊朗曾经有空袭过 就是说伊朗是一个直接可以对 伊拉克伊朗远距作战的一个国家 而且在美国支持或不支持下 伊朗是可以 以色列是可以独立去做 可是这一次那趟亚户的反应非常温和 而且节制 他跟我没关系 他可能是不想投马蜂窝吧 对 那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 因为伊朗其实目前威胁不到以色列 可是他不想得罪 进一步激化整个回教时期 那就是我自己跟 我自己跟回教 就是说我伊斯兰人相处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要忽略 就是说伊斯兰教教育下的人 其实我认为是非常讲义气的 我觉得其实他们是很有义气的一个民族 就是说你被打 坦白讲我就替你出气 那个法律是在后面 可是义气在前面 为什么我们兄弟 那这个 这个其实跟可兰经里头 也是就为来 大家如果看义这个字 义这个字上面是一个羊 下面是个我 那这个其实很多 在这个台湾基督教或回教的人 会把他连接在圣经跟可兰经里头的一个 一个故事 就是说当上帝要亚伯拉罕去 把他自己儿子献上去的时候 他就献上去 但献到最后一分要杀他的时候 一只羊出现了 所以羊取代了他的儿子献给上帝 这叫义 那义的概念就是 我替你受死 我替你受罪 那这个在 这个在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回教世界 就他们都是从这个旧约来的故事 他这个是非常非常 就非常强调这一点 所以他们的这个开斋节又叫 他们有一个节在中文就翻到中义节 那个义就是讲这个字 就是说 这个他为我受苦 所以我不要忘记 了解 对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两肋插刀 对 就有点像三国时候的这个节义 这个桃园三节义之后 那义的概念是说 只要就是说 我就说义的概念就是 我跟你的关系是很特别的 那法律啊情感都在后面 那所以我跟回教人相处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讲跟西方人相处 很重要的是法律 就你要守法 但是跟这个回教人相处 我觉得要有意气 这是我跟他们相处的一个经验 就是他们非常讲意气 即使是 而且是没有教育的人 他们也很讲意气 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文化里头的 很底层就出现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两肋插刀 你看这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盖达组织 盖达组织的人很多是 沙烏地阿拉伯的人 他们是最受美国 这个跟美国最好 然后享受最多资源 可是阿富汗人有难的时候 他们都跑到阿富汗去fighting 都是为什么 就是义 就是说我们兄弟有难 我们慷慨服役 所以那个犯这个回教的主义 就伊朗跟阿拉伯人 当然是不对头 可是他们都是回教人 他们都是伊斯兰 今天觉得是 因为现在就说美国暗杀 就是说川普 这个等于说是暗杀 这个苏默巴尼 现在有一个点是 回教人没办法接受 是他是大大方方 因伊拉克总理邀请去谈判 那你是在一个 等于是个陷阱 等于是个陷阱 就是你是要我去谈判 然后你把他这样杀掉 然后后来呢 然后接下来呢 川普编了一个理由 说因为他要 他要攻击美国四个大使馆 所以我必须先把他 太危险 美国国防部 既然马上打脸 说没这回事 所以我觉得 我一直在 我觉得我观察川普四年 我有一个 我看到一点 我还不太能证实 但我有一个假设 我觉得就是说 川普跟整个官僚系统 那个不对头 不对头到其实官僚系统 不时的吐他吵 国务院体系 对就说不时的 就甚至军方体系 就是国防部体系 就是说常常打脸他 就他讲了一句话以后 就没这 不是 然后他们就会放一个消息 说没有 这个事情 所以才会有 才会有吹哨者出现 对 大家不爽他很多 对 就是说 感觉就是很多人 在看他好戏 看他笑话 因为这个事就很明显 总统昨天才讲 说为什么苏联万尼 因为他要 他已经瞄准了四个大使馆 准备要恐攻 然后接下来 然后国防部就发现 没这回事 这个我觉得 很明白的打脸 让我觉得 就是说那个 那个整个 就是说专业部队的不满 已经到了一个 已经到了一个 其实是 就是说 完全对这个三军统帅 很质疑的情况 这个我的看法 好 那老师回到伊朗 您刚刚讲说 伊朗其实内部 现在目前群情激愤 要求最高领导人 哈米尼下台 是 那大家都知道 伊朗它其实是一个 宗教治国的 是 的政体了 其实 他总统 罗哈尼好像 他的权力 其实远远不及哈米尼 是 那 为什么 这次伊朗人民的情绪 会直指哈米尼呢 而不是罗哈尼呢 是 伊朗真的 伊朗人真的已经愤慨到 已经是 抓不住 真的是 真的会掀起一个民主浪潮 推翻吗 就我 就我看的资料 就说 就我看的资料 可能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个革命卫队 因为这次等于是打下来就是军方嘛 就是革命卫队嘛 那革命卫队并不完全在总统的控制之中 其实罗哈尼并没有那么大权力 对 就说 那显然就说这个军队不在 这个军队的体系 就刚刚您讲 不只是军队 不只武力 他还包括武警 还包括企业 还包括资源的掌控 这个体系不是在罗哈尼的这个手上 而是在哈米尼的 不是在这个罗哈尼手上 而是在他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他们的箭头指向他 但这个是我的推断 这个是我的推断 就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让大家剑指 直指 就说 那伊朗真的会发生 大规模的民主浪潮 推翻现在目前的政体吗 可能性高不高 我看是不太可能 不容易 我是看不太可能 因为伊朗这个 他这个 就是伊朗 这个是可以是说 延续去年对政府的不满 因为他民生太刁壁 民生太刁壁 但从这点看 我们也不能不佩服 美国的这种 政军金的压力 是非常恐怖的 非常大的 就是说 当美国要制裁 封锁一个国家的时候 坦白说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 把你资金封锁 你什么都买不到 就是说 你今天有油 有油没有用 你卖不掉 不能用美元交易 对 那就像 就像就说 你要用美元交易 你的账户都在纽约 对 我一声令一下 就把你冻结了 就像那个利比亚 利比亚强人格达费 他那么有钱 对不起 他有钱 他的海外账户 一下就全部被冻结了 他的家族整个被冻结 所以一点用都没有 就像美国现在通过了 大家看到这个新疆法案 香港法案 他就是这个点 就是直接针对你个人制裁 对 就是说 从北韩开始 就是说 我直接冻结 我认为你涉及 所谓违反人权 所谓 我所禁止事项的个人 我就冻结你的账户 那这个就是很厉害 因为美国 我们知道美元 美元体系是掌握在 美国的手里 几个交换体系 尤其中共一些贪官的资产 都在美国 对 就是说 那这个也是 就是说 那这个金融一卡住 就是像协议一样 就是说 你再有钱 你还 你没有这些交易体系 你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今天制裁伊朗 坦白说 我觉得伊朗能够撑到现在 我认为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就伊朗能够到现在还这个 还这个 这个活下来 没有向美国屈服 坦白说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 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伊拉克的情势会怎么发展 因为看起来 川普撤军叙利亚 现在他在中东最大的大本营 就是伊拉克了 是伊拉克和沙吴地 就是他他几个美国在中东有好几 就是美国在中东 其实我们看有五个 五个 约旦 约旦 到埃及 然后以色列 然后土耳其 然后这个伊拉克是后来的 因为战争以后 然后这个沙吴地 但是各有不同的角色 那现在 现在在伊拉克呢 大家看就说 他在伊拉克就是 撤军我认为是不会有结果 因为川普就那你还钱 伊拉克也是教教而已 对那伊拉克本身很脆弱 就伊拉克他内部很脆弱 然后他的经济也很脆弱 他整个都非常脆弱 所以伊拉克要美国撤军 除非美国想撤军 不然我认为美国要从伊拉克之间 除非是美国一个战略调整 他要撤军了 不然我认为是不可能 而且伊拉克这些撤军 是因为伊朗这个苏雷曼尼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的确激起了伊拉克 我想刚讲两个层次 伊拉克内部的什叶派 他们是大宗 伊拉克什叶派占百分之 大概六成六十 那么所以他们的激愤 那另外一个激起 整个阿拉伯人的愤怒 但是这个愤怒能够持续多少 会演进到什么样具体政策 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太明显 并没有太明显的方向 而且北边库勒族控制的 对他已经发表了 他说这跟我们没关系 库勒族控制的北方 就跟伊拉克政府 就是划清界限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非常亲美的 好 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有很多的 国际重要的新闻 要请教苏老师 我们先进段广告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取舱号的节目现场 我是代班主持人阮木华 在我们节目现场 有直播的 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的 苏宏达教授 苏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刚我们前一段是谈 这个伊朗的事情 这一段我们要来 先来跟大家谈一下 英国脱欧的事情 因为英国脱欧已经迫在眉睫了 1月31号 应该是要跟欧盟分手的日子 而且英国下议院1月9号 以330票赞成 231票反对 多达99票的优势 通过了脱欧的法案 所以说接下来会怎么 程序是如何走 这等一下请教苏老师 不过在谈这个议题之前 其实最近的英国的新闻焦点 完全不在脱欧上面 完全在梅根跟哈利身上 这两个人要脱离皇室 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 英文字被创造出来 叫Mexi Mexi就是梅根要离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Brisley吗 就是英国脱欧 现在英国人有一个新的字 叫Mexi 就是梅根要脱离皇室 那梅根跟哈利 为什么要脱离皇室呢 英国人的反应是很错愕 女皇说要紧急召开 这个宫廷会议 然后英国人的反应是说 那哈利脱离皇室要干嘛 他可以去开Uber 这个当然是有一个八卦 现在焦点全部在梅根跟哈利身上 这个我没有 今天这个议题 原来没有在我的准备里头 我只有一般的 就跟大家一样 但是我有两个看法 第一个我觉得 我还是很佩服 英国皇室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风气 就是说 想干什么 对就是说大家知道 皇室其实在今天20世纪以后 皇室其实都是个象征 那皇室的象征 其实很重要的 它象征一个传统跟延续 就皇室是什么 皇室代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 所以我们看到皇室的穿着通常都比较保守 然后它的仪式 它的举止 它的各方面都感觉是有一种传统 像日本的牙子飞 对 但是我觉得在 我就看欧洲的皇室 当然欧洲皇室最受人注目的就是英国皇室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欧洲还有很多皇室 欧洲的荷兰 西班牙 丹麦 瑞典 他们都有挪威 都是有皇室的 所以欧洲还有卢森堡 还有比利时 都是有皇室的 那其实是蛮有趣的 它是一个全世界皇室留下来最多的地方 那大家看亚洲皇室除了泰国跟日本以外都不见了 东亚都都上断头台 或者都给赶走了 那皇室就象征了一个传统 但是我认为欧洲的皇室 尤其是英国皇室 大家看 就它在传统之中 却也注入了对个人的尊重和自由 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可以在一个要维系国家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之中 又注入了尊重王子公主 个人决定这样的一个自由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个人基本自由和一个基本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向往的生活 我们或许很羡慕王子公主的生活 可是把我们放在美光灯下每天看 我想我们也受不了 可能精神会分裂吧 所以我压力很大 所以我其实非常佩服伊丽莎白二世 我觉得这位女王 就是说大家看她即位已经60年了 她可以 她几乎是每天生活在美光灯下面 可是她都可以表现的落落大方 我们记忆中 她是一个非常秤职的女王 所以我觉得她 我认为她是非常了不起 就是在美光灯下面60年 然后是非常不容易 那所以我第一个是觉得 英国和欧洲王室在传统和自由之间的一个协调 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 因为我们看到日本就是比较偏传统 日本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日本就是 日本比较是你要牺牲很大的个人的自由 包括你的言论 包括你的出游 包括你做任何事都在一个框架之内 那你没有办法很随性 那么第二个 我认为哈利和这个梅根 大家看哈利王子过去 就是一个比较非典型的一个行为 就比起她的哥哥 哥哥就是很规规矩矩 维持皇室的传统 他的婚姻也很规矩 他的形式看起来都很规矩 那这个哈利看起来就是比较叛逆 比较自由风 那我想 我认为这是二王子的必然性 因为二王子尤其在你哥哥生了孩子之后 其实你继承王位是没有希望 对不对 那就追求个人的生活 不是吗 反正也没江山了 对没有江山了 那就爱美人 然后另外一个我是 就如果各位可以去看看 就王子公主的生活 其实并不是那么优渥了 大家如果看威廉跟哈利的这个俸禄 那是差很远的 因为王储的俸禄 那就是国家养 那就其他的这个王子 其实那个俸禄并不是很高 所以他们生活 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优渥 所以他们可能需要 需要出席很多的募款餐会 跟基金会合作 就做慈善的这些表演 慈善的这些演讲 那然后换取他们的收入 我想这个也是 王子生活 其实不为人之辛苦的一面 对啊 那我看到说哈利啊 有一次碰到那个迪士尼的CEO 迪士尼的总裁啊 还跟他讲说 那个梅根很会配音啊 你可以找他 所以还帮他找工作 对对 要赚钱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很多人在辩论 就是这个 伊丽莎白这个女王 如果百年之后 那之后的王室嘛 那大家不要看 小看的英国王室 英国王室 其实也帮英国 赚到很多观光财 对对对 然后他也帮 很多的这个慈善基金会啊 募到很多款 因为很多募款餐会 有比方威廉王子出现 跟没有威廉王子出现 那个出席的人和募款的所得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其实也帮 而且他们 如果大家看那个白金和公 都有数字 他每年其实他们出席 很多这样的餐会 那我我认为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你出席一个餐会 你又是焦点 其实你就不能随便 对对不对 那你就要 你就要发别演讲 你的演讲也不能随便 也不能要 因为你是王子 你是王厨 你是王妃 所以我认为他们 我觉得这个家庭 还是蛮值得尊重的 就是说他们维持了传统 也做了很多慈善 因为他们就代表社会 社会一个美丽和慈善的想象 大家看王子公主 就是一种 一种理想生活的投射 对对 其实不见得那么理想 可是大家看了都很开心 对就是有点像是看那个 看那个影剧人物 对对看韩剧 就是高档那个富豪的生活 那他们不止富豪 他们还有王冠 所以他们他们的心酸 一般人一定不知道 对所以我想当初才有 戴安娜王妃这样的一个悲剧 然后后来 那我们也看王氏其实很多 像之前我记得丹麦有一个王子 他的太太原来是香港人 那后来也是离婚了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那后来我就问 那时候我就问欧洲人 就说你们觉得 他说在一般人会发生的事 王氏也会发生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对的 就是说大家都是人 OK好 那老师英国脱欧 您怎么看后面进行的情况 其实现在应该是这样讲 就1月31号所谓的脱欧是进入 进入这个过渡期 就1月31号到12月31号 这是一个过渡期 那这个过渡期之中 要真正谈判出未来的安排 OK 那这个才是一个挑战 因为只有11个月 对 这很短 但是我认为对英国来讲 我反而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因为英国一旦进入这个过渡期之后 他可以开始 他要跟欧盟谈判 我认为他同时开始会跟美国接触 那另外一个 他会跟中国大陆接触 因为他绝对不会只有一个脱欧的准备 他一定会要跟美国谈一个FTA 一定会要跟大陆谈一个FTA 而且大陆一定会很积极的跟英国谈 因为大陆现在受美国贸易战 这样的一个打压 大陆拉拢欧洲是绝对的 那拉拢欧洲里头 如果英国又马上可以 因为跟欧盟27个国家 还是比较慢 那如果英国在这个时候 又非常需要一个FTA的话 大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切入 我认为英国跟欧盟脱欧的同时 他会准备跟美国和中国大陆 谈另外两个FTA 那这就是一个新的英国 那如果这个谈成了 我认为就是达到当时梅伊所讲的 叫global Britain 那就是说全球的英国 那我认为对英国来讲 是他在脱欧以后就一个新的方向 好 那我想请教您 这个梅伊做不到的事情 为什么Boris Johnson可以做到 这个人看起来疯疯的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 他可以把英国的国会下议院搞定呢 因为梅伊都搞不定了 为什么他可以搞定 他到底强在哪里 应该是这样讲 Boris Johnson应该感谢梅伊 因为梅伊代表的一个 比较温和脱欧的路线 他代表比较温和脱欧的路线 但显然 现在全世界都有个现象 温和的派其实都没落了 就是你要讲温和的 基本上都很难 为什么呢 要疯疯的人才行吗 应该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在整个民粹兴起 尤其网络世界兴起的时候 其实全世界现在有一个现象 也是危险 就是贩卖恐惧是容易的 贩卖恐惧和仇恨 是比讲爱容易 就是说今天如果我要选举 我一直告诉你说 别人要来打我们了 你要小心了 你内部有敌人 外部有敌人 这个贩卖是容易的 可是如果你要讲说 我们要和解了 我们要好来好去了 我们要和平 其实是难的 就是贩卖正面 比贩卖负面来的难 所以我觉得梅伊 就有一点是 要在这个 取得一个终点 中间点 那其实是正面失败的 那波瑞斯这样子就很简单 我们不甩欧盟 我就是赤裸托 我不怕他 干到底 那他反而 他反而集结了一大块的势力 我觉得这个是 然后当然他也要另外感谢一个人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 这个 这个工党的这个领袖 Kirbin 那Kirbin Kirbin也是一个不称职的领袖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明显 就是你想就一个人 我举一个例子 不称职的反对的 就是他 他年轻反欧到最后 不得不支持欧洲 那这个没有人相信 这个没有人会相信 对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那至于说 英国脱欧 刚刚苏老师讲很清楚 这个1月31号之后 到12月是一个谈判过渡期 到底他们要解决什么关键 一些谈判的内容 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请教苏老师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 财经起床号的第二小时节目现场 我是代班主持人阮木华 在我们直播现场 是台大政治系的苏宏达教授 苏老师 现在一个一年要谈 到底要谈哪些关键议题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 这个休息的时候 谈到北爱的边界 那北爱边界为什么这么敏感呢 是因为它涉及到 北爱尔兰的统独问题 和族群和甚至民族的冲突 因为我们知道北爱尔兰 现在是属于英国的一部分 但它的人口结构几乎是一半一半 一半是英国裔 一半是爱尔兰裔 那在他们的冲突 他们不只有种族的隔阂 还有宗教的冲突 还有过去几百年 爱尔兰被英国殖民的爱恨情仇 所以爱尔兰人也讲英文 但爱尔兰人对英国的情绪 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我举一个敏感度 就是北爱的首府贝尔法斯特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机会去 这个贝尔法斯特 是全世界现在少数 除了中东地区以外 少数还留有城市里头 有围墙的国家 城市 就是贝尔法斯特 我们知道柏林围墙 那柏林围墙现在倒掉了 可是贝尔法斯特围墙 现在还在 它就是一边是爱尔兰裔 一边是英国裔 然后他每天到了晚上六点钟 门就要关起来 不然就怕暴动 那这个大家就看到这个紧张 那为什么 那所以现在英国很难处理的 北爱的边界是什么呢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北爱尔兰跟南爱尔兰 就爱尔兰共和国 他们之间是完全没有疆界 这个去年我去 就是从南爱到北爱 就畅通无助 就等于说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就是你经过的时候 所以当我看到那个贝尔法斯的围墙的时候 非常惊讶 就是说 怎么会在那边还有围墙 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共和国 两个国家之间没有疆界 可是在北爱的首府 两个居民之间有疆界 它那个围墙是为爱尔兰跟英国人 对爱尔兰跟英国人 这一个城市两个人 怕有冲突 但是这个北爱跟南还是没有疆界 那所以说 那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北爱尔兰跟南爱尔兰 当然是要统一的 但是英国裔的人是不要 要跟英国统一的 就是说他各有一个祖国认同的对象 那所以 那后来妥协是因为我们同时都在欧盟里头 我们既然都在欧盟里头 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的市场 我们是一个共同的 共同的这个疆界 我们就 就模糊掉 对 就是北爱南爱那个疆界模糊掉 那你现在一段脱欧以后 你的疆界怎么处理 对啊 疆界就被 如果按照 按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国际法 那北爱南爱的疆界就变成欧盟跟英国的疆界 没错 那所有的货物等等都是问题 那这个就会激起北爱的统独的冲突 而且那个冲突会很血腥 解放军的问题又 爱尔兰共和军就出现了 对 那所以呢 现在就是 那现在 那这个其实从每一开始都 都头痛的不了 不敢碰 那波尔斯江森现在提出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妥协是说 把关税的疆界设在海上 就是说北爱尔兰跟南爱尔兰之间的货物人员等等流通 服务业的流通 还是按照现在 等于北爱是一个特殊领域 就是北爱是英国的一个特殊领域 它享有跟欧盟之间的一个特殊待遇 那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当初的丹麦的格林兰 丹麦的格林兰是丹麦的一部分 可是他在欧盟里头原来他的地位是很特殊的 因为他孤悬在海外嘛 他又是一个不毛之地 但是后来格林兰公投以后 他们后来退出了欧盟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实施欧盟那些政策 但是就有点是说 你国家的某一个地区 在欧盟里头享有一个特殊位置 这个大概是他们现在第一个要做的 那第二个要做的就是 这个金融业怎么样的这个自由流通 就是说英国是金融业的重镇 那金融业的这个自由流通 他其实有我印象 我记得是将近有20个法规 大概20个法规才建构了欧盟境内 这个金融业的自由流通 那这个部分 但是我认为这部分 我认为欧盟跟英国很容易妥协 因为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城市 现在尽管 尽管比方说像欧洲联盟的 欧洲联盟的 就像我们的金管会 欧洲联盟的银行管理局 他已经从伦敦迁到巴黎了 在巴黎的这个西边的这个 他已经迁到那边挂牌上市了 可是然后很多的银行 也在法兰克福 也在巴黎建立了就建立了分行 而且扩大他们的 就把这个分行建成 某个程度的欧陆总部 但是很明显 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伦敦 这个伦敦的这个金融中心 不是在一系之间造成的 大家如果看伦敦金融中心 那个群聚的效应 他是我记得是358家银行 然后多少的保险公司 在保险公司的总部 然后大律师事务所 全世界20大律师事务所 欧洲的总部 全部都在伦敦 全部都在伦敦 然后他的这个 还有这个各个 这个business service 这个所有的这个群聚 你要他一系之间搬来 这是一个大的供应链 不可能 不可能 包括亚洲的银行 如果我们看台湾 我们的银行的 欧洲总部都设在伦敦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动作 没有 但是我们做了一些动作 就比方我们增加巴黎的人手 增加法兰克福的人手 可是你要整个搬过去 没有 在日本的也称之间也是 日本的这 像这个几个大银行 也是这样 就是说 大家现在因为还在看 就是大家只是增加一个 备胎的概念 但是并没有一个转移的 这个大局 没有一个实际的大局转移 对 而且呢 他也很需要 优路也需要伦敦 所以我认为他们是很容易妥协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分手费 那分手费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原来在我们里头 所以我们的预算里头 比方说要支持牛津大学 有多少的研究经费 这个原来都 原来预算都已经算进去 结果你现在要走了 我们还是要给他 那你那个钱要付 然后你这个 你在欧盟里头很多职员 都是英国籍 这个钱也是算在 我们整个预算里头 所以你这个要付 所以那这个钱 英国就 我拿那么多钱 这个要谈 但我认为双方妥协的机会 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双方都需要赶快落幕 双方都需要赶快落幕 而且即使英国脱欧 英国还是欧洲大国 英国还是欧洲最大国家之一 最全球的国家 最美国最重要的伙伴 北约最重要的武力 所以英国还是有很多的筹码 那欧盟还是需要英国的合作 所以我认为他们不会失败 脸会很快妥协 我看欧洲理事 欧盟理事会也 也现在目前态度也没有那么强硬 对 因为欧盟内部有自己很多问题要解决 英国内部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大家其实都希望赶快落幕 欧盟他其实担心的是所谓骨牌效应 他会英国脱欧洲意大利 不会 因为全欧洲除了英国以外 没有人有脱离欧洲的本钱 英国是脱欧之以后 英国脱欧以后他活得下来 我讲一个荷兰 荷兰脱欧就死掉了 荷兰这么大 荷兰是最自由贸易 但荷兰完全不可能脱欧 就是说他一脱欧就死掉了 所以除了英国以外 其实没有国家能够脱欧 老师插一个定外的话题 梅克尔身体是不是真的很不好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新闻 不断的在报道 他什么公开站不住了 然后一下又什么样的问题了 是不是真的身体非常的 目前就是有 那个大概已经半年多前 他发抖 然后他作战 都有点吃力 但是后来并没有 我没有看到就是进一步 而且他后来露脸 也表示OK 但是梅克尔的时代结束 梅克尔的时代显然结束了 现在大家就看 接下来是谁 德国现在经济也很不好 对 大家认为现在欧洲的问题 就德国从一个救星变成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他的 因为他贸易也受损 然后德意志银行现在是个大问题 没错 很危险 对 然后希腊 我就看到希腊人就有说了 你一直说我们希腊人乱花钱 我看德意志银行才是真正乱 我们花小钱 你们花大钱 德意志银行现在呆账一堆 然后债务 现在大家都看 他主要是他的那个资产的问题很严重 就是他会不会成为未爆弹 然后引起新一波的这个危机 所以德国 然后德国整个下滑等等等等 这个经济有点失能了 动能有点失掉 所以然后最主要是政治上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年代 因为明年大选 德国明年大选 对 好 意大利反而最近没什么消息 是完全五星运动这些层级了吗 应该是意大利没什么消息 但意大利 我讲一个跟意大利有关的 就是利比亚的问题 利比亚现在是 老师我们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下次 好 那就是下次再讲了 是 非常谢谢苏老师 谢谢 谢谢